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27日 星期六 欢迎收看《希望知青越南新闻》 我是林欣 需要6.99美元 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黄金订阅每月$9.99 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 使用《希望知青》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即享15%折扣 订阅连结请建置顶留言讯息 加入干净世界影视平台 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 4月26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后 召开新闻会公布访华内容 布林肯以最强烈的措辞对全球揭露了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做法 而习近平的一个举动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恐惧 就在布林肯仿中的同时26日哈马斯和法塔克也到了北京会面 而巴勒斯坦的这两个冤家 为什么会一起找上中共 外界认为下个月将是美中关系的关键 很可能中共想在最后赌一把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布林肯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已经向中共领导人极其明确地表明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看法 布林肯指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 中共是俄罗斯制造弹药的产品和材料的头号供应者 北京向俄罗斯供应机械工具、微芯片和其他材料 帮助莫斯科强化它们的国防工业基础 而俄罗斯正在利用中共提供的这些产品 製造攻打乌克兰所需武器 布林肯还敦促中共利用它的影响力 劝说伊朗和其代理人 不要扩大在中东的冲突 并向平洋施加压力、停止危险的行动 布林肯结束了为期三日的访问回尾 布林肯表示 双方在人民交流和禁毒等一些领域是有合作进展 但两国在中共支持俄罗斯战争、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 仍然各港各话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外界普遍认为 布林肯这次就是上门和习近平摊牌架 布林肯在北京召开记者会 已经直接清楚明白 不流如地 对全球记者说出 中共是支持俄乌战争的邪恶軸心 直指中共是一切乱缘的幕后黑手 等于上门打了习近平耳缸 而从双方谈话结果来看 都是在各港各话 谈判基本崩立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 首先会谈从中共官方所发出的通报内容可以看到 在中美双方一些关键问题上 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全都是那种套话 布林肯在离开北京之前 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说 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援载的这个问题 再不解决 美国将会自己来解决 从双方事后所发的通报来看 其实双方是各港各的 鸡和鸽港 另外中共这种不公平非法贸易的问题 分泰尼毒品向美国输出的问题 还有在台海南海的问题 对中共来说 这些议题 它不可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 这些是它的目标和美国进行竞争的战略 它不可能在这些问题上有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和妥协 网上短片显示 习近平在会见布林肯之前 在房间里来回度报 感觉是明显的焦虑和不安 有网友说 习近平好像有心事 而且是提前等待布林肯 有点不自信 而且两人见面合照都没有握手 离得那么远 还有人认为 布林肯此行是最后一次警告 是再告知习近平 而不是跟他谈判 如果再不手信 美国联合盟友将会落手 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习近平现在压力非常大 就是明知在这几大关键的议题上 不可能做出让步 接下来可能面对的 就是中美关系会进一步恶化 美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可能会要实施 这样会对他造成什么冲击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是没有抵较 这种焦躁不安反映出 他对自己一种空前的不自信 对当前这种中美干局 表现出压力非常大 内外交困的状态 另外,美中双方 除了双方外交上说不投机之外 还有几大迹象显示 美中谈崩 首先26日,布林肯先是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和公安部长王小洪会谈 之前中共官方一直不肯明确透露 习近平会否和布林肯见面的消息 王毅和布林肯谈了五个半钟头 会谈过程,王毅都是全程读稿 这篇稿应该是经过习近平过目的 有意思的是,今天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了 布林肯和王毅在会谈前发表讲话的内容 文中多次在王毅讲话的后面 标出了听不清三个字 大使馆这种官方帐号用这种描述 感觉中美关系蓄底 第二,布林肯和习近平的会面 还是选在上次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座委和去年布林肯在这里见面的安排相似 习近平还是坐在中间主席位 布林肯坐在习近平右手边的位置 左边是中共的官员 但是中间的植物变了 去年是象征以和为贵的荷花 今年植物摆放的却是象征着变化莫测 难以揣测的变业模 第三,上次布林肯中国行 中共派出了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长杨涛接基 当时华佑说,低级别官员在机场迎接布林肯 是北京羞辱布林肯的计划的开始 而布林肯这次中国行 接待他的是上海外事办主任孔福安 一位地方干部 而美国的务卿 是美国联邦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内阁部长 显然对待布林肯的待遇比上次更差 有网友说,布林肯一而再再而三的学到立 没人接机,没铺地毯,没饭吃 坐在那儿听睡的调灼 还有网友说 习近平傲慢训话布林肯 雙方已经谈崩 中国失去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帖说 这就是习近平要面子,不要理子 一心一意,正正经经地将中美关系摘掉的就是这位总书记 换了任何人都不能那么迅速、彻底、无逆转的摘中共的盘 未来中国真的要感谢习近平了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去年习近平羞辱布林肯 回去之后 拜登6月20日在出席加州的一场筹款活动时 直接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当时有媒体就说 这是拜登和布林肯报仇 这次布林肯回去 不知道拜登要如何收拾习近平 值得关注的是 就在布林肯访中的同时 26日 哈马斯和法塔克在北京回左面 前一天 哈马斯首次表示 缘接受和以色列的邮箭协议 甚至可以解散武装 转发为政党融入由竞争对手 法塔克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但前提是 能够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 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现在巴勒斯坦的两个冤家都聚在北京 另外,中俄两国国防部长也表示 两国将进一步扩大和伊朗的军事合作 这似乎显示中共想在最后倒一铺 因为下个月是中美关系的关键 5月份将会有两件大事发生 一个是普京将访华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赖清德就任总统 童靖远说,哈马斯和法塔克联起手来访问中共 在北京进行会谈 背后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是比较耐人尋味的 就是可能意味着哈马斯现在已经近乎于是 山穷水尽、胆尽良绝 他已经无能力再和以色列打下去、周旋下去 哈马斯才不得不放出这样的风声 就是以色列只要愿意回到1967年的六线边界 他愿意放弃武装斗争 将他自己和法塔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讲白了其实就是 他愿意放弃坎加沙地带的自治这个局面 由法塔克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算盘 这样的一个做法,側面反映出尼以哈战争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挑衅背后 有非常浓厚的中共的影子在作怪 法塔克也是一样 中共和法塔克历史上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 讲明在整个中东乱局之中 中共它其实就是背后的真正黑手 习近平这个时候微妙安排 其实是有政治含义的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将哈马斯 把整个巴以乱局中东的这张牌 视为是手中的一张筹码 想要对美国施加压力 表示 你看我们对中东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 你如果想要中东风平浪静 你可能就不得不要求助于我 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和美国博弈 近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反以色列 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蔓延到全美国大学 而这两天南加大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等也发生冲突 数名抗议者被抓 有报道说 这些示威抗议活动 正是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之助的 而美国国安表示 一些外籍生的签证可能会被取消 陈特报道 据今日美国报道 美国多家大学在校内设置了营地帐篷 24日 警方在南加大的校园内逮捕了多名抗议者 警察与示威者发生肢体冲突 当日南加大关闭校园 之后学校发声明表示 其中很多抗议者其实和学校无关 据《纽约邮报》披露 是索罗斯和其左翼拥护者、给钱煽动者 这些人正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 为激进的反而抗议活动推波助瀾 在哈佛、耶鲁、加州、巴克利分后 俄亥俄州立大学和 喬治亚州埃麦里大学等多家大学 都设立了同样的帐篷城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索罗斯资助的 巴勒斯坦学生争取正义协会的分支机构组织的 报道说,这个协会的母组织 由一个非盈利组织网络提供资金 网络最终由亿万富翁、左翼投资者索罗斯等人资助 在一些大学里面 抗议活动得到了索罗斯资助的一个名为 美国巴勒斯坦权利运动的组织的研究员等 故激进分子的鼓励 自2017年以来 这个激进组织从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获得至少30万美元 自2019年以来 还从诺克菲特兄弟基金获得355,000美元 组织有三名重要研究员 他们都出现在在全国重要的抗议运动中 一是德克萨斯大学 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前主席拉菲 二是耶鲁大学的USCPR研究员 巴克·海德·莫顿 他肯星期一被捕 而三人之中最触目的是巴克利分校的阿法莱 他是巴克利法学院学生 巴勒斯坦正义组织的联合主席 他曾因阻挡拜登总统车队的路线而被拘留 目前美国国安部表示 辞学生签证来美国外籍学生如果被停学 可能面临签证被撤销 进而被驱逐出境的严重后果 如果当事人因参与示威而停学 而当事人学业已经中断或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学习 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 在社交平台发文 呼吁立即驱逐支持哈曼斯的外国学生 美國最高法院4月25日听取了 有关川普的总统 豁免权主张的论述 大法官们有可能駁回川普提出的主张 但如果审判能延迟至11月大选之后 这个仍然对川普的竞选有利 而匈牙利总统 即直接在演讲中力挺川普 请提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似乎不支持川普提出的绝对豁免权主张 而且还有至少4位大法官 和他抱有同样态度 这个主张如果获得大法官的支持 将可以阻止特別检察官史密斯 对川普的起诉 史密斯就1月6日案 对川普提起了4項聯邦重罪指控 在超过两个半钟头的辩论中 罗伯茨表示 他对判决川普败诉的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感到不满 罗伯茨和其他几位大法官暗示 在开始任何审判之前 此案可能会发回下级法院 川普律师认为 前总统有权对他的公务行为 享有绝对豁免权 否则 出于政治动机起诉橢圆形办公室的前主人 以后就会成为家常便饭 而总统因为担心会有刑事指控 所以就无法发挥统税的作用 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时机 可能和结果同样重要 因为川普一直希望 将审判推迟到大选之后 大法官越迟做出裁决 对川普越有利 而九位大法官对此案的质询表现 似乎是法院不会达成一种迅速 共识性的决定 川普任命的两位大法官 戈薩奇和卡雅洛表示 前总统可能有一定的豁免权 在本案中 下级法院必须弄清楚这一点 是否适用于川普总统 这将会进一步推辞审判 法院通常会在6月底 也就是选举前4个月左右发表最后意见 川普曾表示 希望25日能出席最高法院的庭审 但他现在被困在纽约封口废案的法庭上 否则那里的法官就要逮捕他 而尽管诉讼前身 川普仍然获得很多国家领袖的体重 4月25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在布达佩斯的一个保守派会议上发表演讲 即将举行的欧洲和美国大选 是游易势力击败世界左傾的机会 他还鼓励川普要在审判中捍卫自己的真理 欧尔班是一位右翼民粹主义者 他将自己描繪成基督教欧洲的捍卫者 他指责激进主义自由派政府是失败的 他们将国家机构武器化 而他们的追随者也自称 他们的工作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不是代表人民 路透社25日引述4名知情者的消息 如果TikTok用尽任何法律手段 也无办法阻止美国的禁令 这样中国的自制跳动打算 令可收了这款TikTok 也不愿意卖给美国 陈利福德 为什么中共宁愿关TikTok也不卖呢? 报道说 由于TikTok营运所依赖的计法 是字节跳动整体营运的内限 因此出售它 就等于卖了中共监视全球及场内的最高机盟 所以卖的可能性極低 消息人士说 TikTok计法被认为比敬迪騰讯和小红书更要好 而且它的知识产权许可 是向中国以字节跳动的名义注册 因此很难和母公司脱离 美国参院22日以压倒性通过的环污法案中 就包括了要求出售TikTok 如果不剥离开 将在全美遭到封杀 拜登在24日签署成法律后 TikTok将出售的最后期限定为明年1月19日 过去 川普政府曾试着促成美国企业夹骨文 沃尔玛共同买下TikTok股份 但协商最后无疾而终 即使现在 TikTok要找到买家仍然不容易 因为需要巨额资金 而出于反垄断考量 科技巨头Meta、谷歌等企业 可能不准收购TikTok 据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 洛克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今年1月合作的民调显示 在美国30岁以下成人 有将近5成反对禁用TikTok 成人整体而言有35%反对 人整体而言有的 人计三分的 人费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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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